大家好,这期视频我想和爸爸妈妈们分享六款亲子小游戏 适合一到两岁的宝宝可以锻炼他们手指的精细动作 对于宝宝而言,手的动作代表着他们的智慧 特别是手指的动作 越复杂,越精细,越熟练,就越能够在大脑皮层上建立更多的神经连接 从而促使大脑的发育,让宝宝更聪明 虽然宝宝手部精细动作的发展,并没有像坐,爬,走 这些大动作的发展那么引人注目 但是它对宝宝一样的重要 一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对于小宝宝来说 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技巧才能完成 包括控制,使用不同的肌肉,调动眼睛和手的配合 宝宝守护精细动作的培养越早越好 就会为宝宝之后的吃饭,握笔写字,使用工具等等的行为打下基础 那我推荐的第一个小游戏就是 从百宝箱中拿东西 可以准备一个纸巾的空盒子 或者是装包裹的小箱子 然后把一些宝宝喜欢感兴趣的东西放到里面 让宝宝从里面自己去抓 最好是一些大小,材质,形状和触感都不一样的东西 从不同的角度刺激宝宝的感官能力发展的同时 还可以锻炼宝宝小手装卧的能力 可以经常更换一下百宝箱里的物品 使宝宝经常保持新鲜感 第二个小游戏是扔球或者投篮的游戏 可以准备一些大小,材质,触感都不一样的球 比如说这种带刺的小球 上面的小凸起可以刺激宝宝的触觉 另外还有光滑的小球 光滑的表面更不容易抓握 可以进一步锻炼宝宝的抓握能力 最开始的时候也可以准备这种镂空的小球 它比较好抓握 可以帮助宝宝树立起自信心 更愿意去玩这个游戏 最开始可以让宝宝拿着球练习小手的抓握 等宝宝熟练了一些之后 就鼓励宝宝扔球或者是投篮 这个小游戏可以锻炼宝手部的力量 还有投制的能力 第三类游戏是投币类的游戏 可以准备一个储钱罐 或者是像这样的一个木质的小盒子 上面有一个狭长的开口 可以投币或者投小纸片进去 让宝宝把筹码或者小卡片 一枚一枚投进去 全部投进去之后 再鼓励宝把它们都拿出来 这个游戏可以增强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 促进守护精细动作的发展 第四类是穿线类的小游戏 准备一些鞋带 还有一些带孔的小玩具 或者是大的钮扣 鼓励宝宝用线穿过小孔 最开始可以让宝宝拿着鞋带的衣端 爸爸妈妈拿着带小孔的玩具 让宝宝把线穿进孔里 等宝宝熟练以后 就可以鼓励宝宝自己穿线了 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并且促进它的小手对精细动作的掌握程度 第五个游戏是插和拽的小游戏 准备一个纸壳 或者是像这样的泡沫塑料的一个小板子 在上面戳一些小洞 找一些吸管或者长条形的玩具 让宝宝在戳好的小洞里面插拽小玩具 锻炼小宝宝手指插和拽的动作 促进手眼协调能力 同时呢 因为一个小孔插一个玩具 还可以帮助小宝宝建立起最初的 关于一对一的这种对应关系的概念 最后一个亲自小游戏是 这种套柱类的游戏 在网上你可以买到这样的套柱类的积木 它是分不同的大小还有不同的小洞 要把对应的大小的小积木去插到这个小洞里面 最开始可以给宝宝示范 大的积木放在大的洞里 小的积木放在小的洞里 宝宝会自己不断的尝试 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锻炼了宝宝的小手 还可以帮助宝宝建立起最初的 关于大和小这个概念的感性认识 并且提高宝宝逻辑思维的能力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锻炼宝宝小手的机会非常多 比如说当宝宝开始吃腐蚀以后 让宝宝用手抓着小块的食物自己吃 当宝宝能熟练的用手抓着食物吃的时候 就让他自己拿着勺子吃 还可以让宝宝练习饮瓶盖 剥鸡蛋壳等等 将对宝宝手部精细动作的练习 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你们平时在陪宝宝玩的时候 有什么好的游戏或者玩具推荐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一同交流分享 最后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希望这场疫情早入过去 宅在家里隔离的日子虽然很闷 但是却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宝宝们 最后祝每一位爸爸妈妈和宝宝 都开心快乐 宝宝聪明健康的成长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